《红楼梦》第二十回王熙凤都市相思局贾天祥证兆风月剑是全书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一回中贾瑞因对王熙凤的爱慕之情而陷入了王熙凤设下的相思局 最终因相思成疾而死 这一回的内容虽然看似荒诞 但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 首先这一回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人性的丑恶 贾瑞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的顽固子弟 他贪图享乐 不学无术 而且品行卑劣 他对王熙凤的爱慕之情是一种畸形的爱情 这种爱情是建立在对女性的物化和战友之上的 王熙凤则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人 他利用贾瑞的爱慕之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将贾瑞一步步引入了相思局 最终将他置于死地 这一回的结局不仅是对贾瑞的讽刺 也是对封建社会中人性的讽刺 其次这一回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的弊端 贾瑞之所以对王熙凤产生爱慕之情 是因为他没有婚姻的归宿 他虽然是贾府的族人 但却没有正式的婚姻 在封建社会中 婚姻往往是一种政治交易 而非爱情的结合 因此像贾瑞这样的人 往往会因为缺乏婚姻的归宿而产生不良的心理 这一回的结局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弊端 最后这一回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性的悲剧 贾瑞的死是他的个人悲剧 也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他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贾瑞的死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悲哀 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悲哀 从艺术上来说 《红楼梦》第二十回也是一篇非常精彩的作品 作者通过对贾瑞和王熙凤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 展现了封建社会中人性的丑恶 婚姻制度的弊端和封建社会的悲剧 作者的笔触既幽默诙谐 又深刻犀利将这一悲剧故事娓娓道来 令人回味无穷 以下是对这一回中几个重要人物形象的简要赏戏 贾瑞 贾瑞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的顽固子弟 他贪图享乐 不学无术 而且品行卑劣 他对王熙凤的爱慕之情是一种畸形的爱情 这种爱情是建立在对女性的物化和战友之上的 在作者的笔下 贾瑞是一个可悲的人物 他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也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王熙凤 王熙凤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人 他利用贾瑞的爱慕之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通过一系列的手段 将贾瑞一步步引入了相思局 最终将他置于死地 王熙凤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他既有才华 又有野心 但也充满了心计和算计 贾瑞 贾瑞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人 他对贾瑞的死感到非常痛心 他虽然不赞成贾瑞和王熙凤的婚事 但他也没有想到贾瑞会因此而死 贾母是一个善良的人物 他代表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一面 《红楼梦》第二十回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经典作品 他不仅是对封建社会的讽刺和批判 也是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究 这一回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好 感谢观看